接着来关心是农田灌溉用的水打哪来 现在传出源头居然还是冰仪馆的洗湿水吗 现在桃园就有议员踢爆 桃园区的冰仪馆因为污水处理设备故障了 居然完全没处理就排放入野袭当中 而不知情的农民还拿洗湿水来灌溉 水沟里的水不断向远方流去 而旁边就是冰仪馆 现在却惊喘有民众疑似喝到有问题的水 有30多年历史的桃园区殡仪馆 进行遗体的洗湿水 因为污水处理设备故障 竟然没有处理就排入野袭里 最后流到南坎西 隐安不知情的农民就用这溪水灌溉 而周边生活的民众超过60万人 也等于间接使用了这些水 我们就喝那个地下水 每天都用被污染的水大家都直呼好恶心 不过民国92年施工所就已经设置污水处理厂 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离谱的事情呢 曾经排放的废水都有经过处理 现在都已经符合标准 之后更会把检验报告上网公布 消除民众的疑虑 只是一想到过去那段时间 今天喝到受污染的水也让民众全身起鸡皮疙瘩 记得范国庆 吴宇宗 桃云报道